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的唯一一場副總統候選人辯論 已經結束了 後來CNN發佈了一份即時民調結果 說有五成九受訪者認為賀錦麗的表現較好 只有三成八的人認同彭斯表現較好 不知道五成九人當中有沒有一個是譚詠麟 這個譚詠麟是否懂得聽英語也成問題 又去踩低彭斯說他教過度做作 為了擦鞋無所不用其極 到底他知不知道賀錦麗的身世是怎樣的 我找到網上的報道 都是美國小報的報道 講述了賀錦麗的從政之路的避聞 反而主流媒體對於這些消息 一律都沒有報道過 完全就像臭屎麥蓋一樣 實際這些事情連賀錦麗的情夫 都有承認到 為什麼不能報道呢 我真的不明白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賀錦麗是怎樣在美國政壇那樹暫路頭角呢 在1994年的時候 賀錦麗只有29歲 他就結識了當時已經是60歲的加州第二把交椅 州議長威利布朗 實際這個布朗的年齡就已經做了賀錦麗的阿爺 60歲就認識了29歲 當時這個賀錦麗還沒有參與直選 在沒有任何選舉經驗的情況下 他就被威利布朗任命了做議會裡面的兩個委員會的成員 從此他的仕途就飛黃騰達了 至於這個威利布朗又是什麼水 原來他的生活很奢侈 而且還頻密地更換女朋友 在他認識賀錦麗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有父之父的身份 雖然我翻查過資料 就說他在1994年的時候 已經是跟他的租康之妻疏遠了很多 但是始終還沒有搞正所有手續的時候 他仍然是一個已婚人士的身份 和何錦麗的結識 始終名不正則言不順 不過我看完這個故事以後 難怪譚詠麟會不斷踩彭斯 賀錦麗借助著布朗的關係 以及利用他的人脈 進入了加州的政圈 當時有很多人都以為 布朗是會為了賀錦麗而離婚 誰不知就沒有這樣發生 而且很快他就跟賀錦麗感情轉淡而分手 只不過再見也是盟友 而且還是政治盟友 聽到賀錦麗有這樣的政治背景 很多人都可能會感到相當荒誕 只不過這樣也未算 後來布朗就當上了三藩市市長 邀請他的舊愛進入三藩市市政廳做事 到了2003年的時候 賀錦麗在布朗的支持下 就當選了三藩市地區的檢察官 聽到這裏大家都會理解到 賀錦麗究竟是憑藉著他個人的實力 財幹政績來到他在政圈當中發揮 定益或純粹是借助著 這位威利布朗的人脈 威利布朗的關係來到他在政圈當中 打滾 相信大家都理解到 到底賀錦麗是一個什麼材料的人 去到2019年這件事就被美國小報翻炒 當時威利布朗就投稿了一份 叫做San Francisco Clinical 叫做三藩市記事報 寫了一篇文幫自己來辯白 標題是怎麼寫呢 他說Sure I date Carmela Harris So what 他竟然大言不慚地問他有什麼問題 當自己萬子糧上身 So what 你承認就最好了 最怕你不承認就行了 你承認的時候 那些選民就要看清楚 所以這個節目 如果你是美國的益友 或者你認識一些朋友是住在美國的 你可以把我的節目傳給他們看 到底賀錦麗的背景又如何 各樣 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東西 但是主流媒體 偏偏對於賀錦麗這方面的背景 隻字不提 完全是偏頗的 還有就是 拜登以78歲的高齡競逐美國總統的大位 很多美國人都認為 似乎他的健康狀況 或者是精神狀態 都不足以支撐四年任期 換言之賀錦麗很有機會在未來的四年 若然拜登當選 Touchwood 這樣就會繼承了這個大位 因為按照美國法例 如果總統 即是叫加崩 就是由副總統繼位 賀錦麗就會正式成為第一個 女黑人的總統 這樣也不要緊 種族 或者性別 都沒有問題 但是賀錦麗有這樣的政治背景 難免就會令人聯想到 或者質疑到 究竟他當初 和威利布朗 是不是一種條件交換 是不是以一段感情關係 換取進入政界的入場圈 是不是會令人有這樣的疑惑 還有就是賀錦麗的政治判斷能力也是有問題的 他在辯論會上說到 說習近平在國際社會上所受到的尊重是高於特朗普 就算他不妥特朗普 他講出這番說話 究竟有幾大程度上真的在反映著事實呢 你作為一個副總統的候選人 你說得出口這些說話 作為選民 應不應該對你予以信任呢 然後再講一下 關於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他說質疑特朗普目前的身體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他就計劃根據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 免除特朗普的總統職務 他就認為特朗普應該向公眾交代更多中招之後的身體狀況 他還質疑特朗普以目前的狀態 到底還有沒有能力去繼續履行總統的職務 故此就決定了 會利用國會的權力在眾議院成立委員會審查一下 免除特朗普職務的可能性 這個佩洛西正正反映到 政黨利益是高於一切 特朗普當初叫你派錢 叫你每個人發放1200美元的支票 但佩洛西可能覺得尷尬 陷入兩難 答應你又不是 所以現在是不是在搞一場政治報復呢 特朗普的履行總統職務的能力 已經是屢次地反映出來了 已經生歐地走出來 拍攝影片 遷就角度 什麼都被你拍了 又在Twitter上猛說話 他病了幾天 都出少了很多Twitter貼文 你說他回來沒有了 而且他都說準備要去各州的造勢大會出席 如果還沒好就怎麼到處去 如果發燒又怎麼到處去 74歲 唉 真的還搞這些事情 那麼特朗普很快都反駁佩洛西 他就形容佩洛西這個行為是瘋狂的 他還說回頭佩洛西才是需要被觀察的一個 不知道是送去精神病院還是哪裡觀察 好了 至於特朗普也引述了蓋洛普的一個民意調查 那麼這個調查是查什麼的呢 就不是查到底投拜登還是投特朗普 而是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你覺得今時今日比起四年之前 你是覺得好了還是差了呢 結果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都說 今天比起四年之前是好了的 而只有三成二的人感覺到是差了 還要不要忘記 這個民意調查是在今年的九月十四日開始做的 是做了半個月的 九月十四日已經這個武肺大流行 爆發了半年以上 即是說那些失業率爆升 或者是下什麼的下封鎖措施 全部都已經是發生了半年了 仍然是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 比起四年前是感覺上是好了的 這個對於特朗普來說是好事 因為我都說過了 很多人投票尤其是那些中間游來選民 他本身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政黨傾向立場的時候 他投票的時候 他就會看 到底我今年的生活 是比起四年前好了還是差了 如果他感覺好了 但是他仍然是投拜登 那沒話可說 照計感覺好了 那你應該投這個總統 這個總統是對的 而且武肺大流行半年 還有五成六人感覺好了 若然沒有這個武肺的話 我相信這個百分比是肯定更加之高 高得多 最後還要說一個數據 截至昨天 已經有超過六百六十萬 美國人通過郵寄的方式是投票 這個數字比起去年同期是超過十倍的 很多分析都預期 今屆總統大選 投票率將會是創一個世紀以來的新高 這一場的選戰某程度上 都可以視為對於特朗普的信任票 到底有多少選民是信任他 繼續讓他做多四年 有多少人是不妥他 其實投拜登那些 有很多都是純粹不妥特朗普的 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深入了解拜登 和賀錦麗的政綱 以及他們的背景 我是很質疑的 雖然香港人就沒得投票 但我相信看這個節目的很多益友 其實都是住在美國有投票團 記得要行使你們的權利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